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会属城自治第015702号 北市卫药广自治第113040234号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预计注意事项 波德武艺术 今天波德武艺术好问的是谢志伯 有人叫他是真信社的阿宅 所以他是开真信社的 对,你这年轻,你开多久啊? 从2007年到现在,算16年 16年,对 那也有人声说他是重情重义的书文露面 是怎样是又书文又露面? 因为我讲话比较客气嘛 然后加上大家都,因为我其实这是一种保护色 因为我不太敢跟别人太亲近 我有点社交恐惧 所以我都会用比较礼貌的方式来 就是包装自己 那但是我只要不管是为客户或为公司的同事 员工去做事情的时候 该做什么时候我也就会放手去做 所以可能像《重情重义》的诗文流氓 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比较概括的描述 讲到真信社 对 因为我们第一个项目就是 对了,厉害 对了 这真的是你的主要业务吗? 以抓监或者是外遇收政这样子的服务项目 大概占我们的总体业务 大概占五成到六成 是 不好意思 是太太来委托多少 还是先生来委托多少 一半一半 所以我们真的台湾人说 那就是很平权你知道吗? 是,没错 对 那是怎样这样 我们先讲一个传统的部分 那以前是不是太太来拜托的比较多 男生外遇的比较多 对,在我十七年前刚入行的时候 的确委托人以女性比较多 譬如说他们想要看看先生有没有外遇 有没有叫小三 尤其那个年代 十七年前,二十年前 很多台商在大陆会包二奶 所以调查大陆那边有没有包二奶 状况也非常多 那还要跨过 对,是,没错 但是这几年 先生发现太太有外遇的情况 那节节升高 几乎现在是一半一半了 我有一个朋友 女生 那你结婚的时候 大家有点高兴嘛 他自己就跟我们死于一个认识说 我希望我永远不要有外遇 我以为你希望你老公不要外遇 他希望自己不要有外遇 是,对 而且您有发现 好像现在女孩子 对于自己的情欲 自主的主张会更强烈吗 对,对 也对自己又较了解 是,没错 可是像说 太太刚刚刚说先生好像有个人 那拜托你们好了 对 那他会希望拜托到什么程度 叫做确定有还是怎么样 其实每一个人要的不一样 到底有或没有 对 那有些太太是想要不一样 他觉得先生要不要离婚 他觉得再看看 但是他一定要拿到证据 对 他告小三 他让小三付出代价 所以每一名当事人 他们真正内心想要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那像太太说 我怀疑我先生怀疑 你去查 对 那真的都有吗 我相信整边人的直觉 当突然我们发现 我们另外一半变得怪怪的 譬如说他突然开始很爱打扮自己 或者是手机开始变得不离声 或者是最近可能对太太 或对先生比较不耐烦 这些种种跟原本不一样的迹象 我们说事出必有因 那他一定有一个原因 而这个原因有很大的几率 有可能是因为他有其他对象 好 所以这个就招来捶真心色 其实我觉得光是被捶真心色 这可能也是一步 已经开始行动 没错 分开 那你觉得呢 所以你开始去找 那是要找到什么 要找到对方去约会的照片 是 我想再进一步阐述 其实有些人 譬如说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很多当事人 他譬如说委托我们说 你来帮我看看我先生怪怪的 他有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们真的查到了他先生有外遇 他会说拜托你不要给我看 你不要给我看 就是你给我看我会难过 要告诉我有或没有就好了 那我们当然告诉他有 那当然有些情况 少部分情况是 哇你先生其实没问题 你可以放心了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把他先生都没有问题的画面给他看 譬如他先生可能之前新闻不是有报道吗 先生突然常常不见 原来他台北租了一间房子 把自己关起来打电动 好因为他觉得家庭压力太大了 他想做自己 自己的时间啦 是是所以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说 自己的伴侣看起来怪怪的 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往外遇那个方向想 有可能是有别的原因 有可能 当然会稍微离心离德去 就是完音巴巴状 对 那如果是先生这边跟我太太 怪怪的 怪怪的 那也是差不多吗 其实我发现像台湾的男孩子跟女孩子不太一样 当然我像我刚刚跟静贤姐有报告说 如果女性的客户发现先生有外遇 他们比较多的会去思考 就是跟以前我们传统观念有点电脑过来 就女性朋友比较多的会去思考 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或者是孩子的权益要如何去维系 但是大部分像目前台湾的男性 至少找我们的客户 十个里面有八个 他会说他其实不想离婚 他会反省说自己做得不够好 然后他会觉得说 自己的太太一定是被别人骗了 这个很常讲 十个来找我们的男孩子 他都会跟我说 外面男孩子一定是骗他 我太太很傻 我太太很单纯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女孩子其实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但在男孩子的眼中 他总觉得说我太太是被骗了 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我们发现 每一个来找我们的女性朋友 都会把先生想得很厉害 比如他告诉我说 我先生很会注意路边的车 他会系车牌 他警觉性很高 我先生很会认人 你跟的时候要小心 每一个来找我们的男孩子就说 我太太很傻 他很单纯 他一定是被骗的 我太太就是一个单纯家庭主妇 事实上不是 就是我发现女性常常会高估他身边的男性 那男性朋友呢 常常会低估身边的女朋友或老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哇 自古皆然 到现在还这样 好像也会 都想说他被骗掉了 是 那像这个男性这边发现说 太太是好 就算是很单纯 那他发现了 真的就外面有男朋友 他会离婚吗 很多不想离 还是不想 为什么 为孩子吗 我就跟阿姐刚 就我刚刚跟您开始跟你报告的 一方面他觉得他太太被骗了 所以他要原谅他 对 然后第二个他会觉得 我现在生活也没有不好 就是我老婆傻傻的被骗了 没人骗掉了 因为觉得反省说 我自己可能太疏于照顾我太太 可能我太少跟她有亲密的互动 或者是我很少关注她的举动 跟她的内心的需求 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案例 就有一个当事人 她太太有重度忧郁症 然后太太呢 就是从小时候 小时候有被妈妈的同居男友 就是做不好的事情 那他那时候还是男朋友 他就把太太带离这个家庭 把他救出来 两个人结婚 然后生了三个小孩 那三个小孩也变非常的成器 都是有一个在美国读大学 一个读台大 一个读建宗 做得很好 他太太是家庭主妇 后来他发现太太持续有外遇 甚至在交友软体上面 持续的跟不同的男性会出去发生亲密行为 如果是我们可能想说 这个离婚离一离 我想说那你要离婚吗 他说不要 我说我觉得我太太是生病的 是我没有照顾好她 然后她就在反省 我们台湾的男性是很純情 这个case听起来 是 不过像他太太 比如他有一次他太太问他说 如果我今天 他问他先生 因为他会给我看对话 他问他先生说 老公我可以外面认识 因为我现在生活很单纯 我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吗 我可以认识异性吗 他先生就说 那看你要怎么认识 不要有太预举的举动就可以 所以他太太就拿这句话 跟他所有的异性那些泡友 就说 我先生准我去认识你们 可是他有诞书 你总是人的太太 对这是重点了 他就说 可是我先生说 我们不能乱来 这些外面的那些泡友 因为他先生有看到对话 泡友就哈哈说 你先生会查你吗 他就说 我怎么会让他查 我先生不敢查我 而且我们怎么可能不发生关系 他太太就发生 就写这样的对话 我们看到其实 内心会替我们当事人觉得 怎么会 但是我们当事人还是觉得 他不想离婚 可是 之后他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好我就是没练 对 但是总要有一个修复 跟面对的过程 对没错 对不对 就算我全然 好我接受 安容你 可是这个太太总要有 总要有一些生意 不用改变吗 其实以这个案件的太太 就是后来我们收证 交给先生之后 先生把这个画面 给他看 那太太就开始闹 自杀 因为他有忧郁症 他就 其实我认为 他是拿自己的身心状况 作为借口 去用来威胁他的孩子跟先生 他先生又心软了 就刚刚说到没有关系 那你接下来不要这样做 他太太还是时不时会离家出走 但这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好我觉得做真性事 因为看到 我们一般人真的看不到 人性 水到亲密边 水深面 那像如果是比较 你现在人们比较回想 会不会那种比较多岁的 委托你们 有 我们有遇过年纪最大 有七八十岁的 我可七八十岁还要防外遇 我还这么疲劳 是 就是 有一个在南部 我不知道哪个县市 他跟我们说 他的老公固定会去 跟隔壁邻居 去公园 然后两个人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请我们跟 的确 就是他老公都会固定跟他 隔壁的那个女邻居 去公园 然后两个人去 一起 外面别的另外一间房子 去里面待着 请问一下 他老公几岁 快八十岁 他也够到处处 是 但其实 他们 我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 很多男孩 尤其很多 不管男性或女性 他们会觉得 我已经为这个家庭付出一辈子了 那我现在已经 我孩子也养大了 我对你该尽的责任也尽了 我想要追求自己要的生活 你可不可以通融我 好像有些人会对自己的 伴侣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有讲 还是被抓到以后才讲 这个没有这样讲 但其他很多案件 他都会这样说 心理自己已经有一个建设了 才走出去的 是 没错 我印象还有很深刻 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上市 像上柜公司的CEO 执行长 那他太太也是 在媒体界的知名人士 他就跟他太太说 我已经帮 把孩子养大了 最小的那个 现在也高三了 快要上大学了 家里生活也过得非常优渥 那我也让你 过上很好的生活 你能不能让我 去追求我自己要的 太太就当然不愿意 他就离家出走 就不回来 他就说我要追求 我自己要的生活 也没有离婚 没有离婚 因为其实太太也舍不得离 他先生也舍不得离开太太 但是他就内心会想到说 我想要再有别 外面的那一种激情 谈恋爱的感觉 其实不管男性与女性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像这样子 即使他拜托去找到 还是知道他现在在外面做什么 知道这样的证据 他未必是去离婚 对 那不然可以留着说 不然我换他 阿伯用好了 有没有这样 就是法律用 离婚用 像我刚刚讲这个案例 后来我这个当事人 他就选择告他的 先生的外面的那位小三 那当然那个小三 也是有老公的 那那个老公呢 也告客户的先生 就告下去 两个人各自拿到钱 但是告了之后 对方其实还是没有回来 还是没有回头 所以他还是苦苦的等他回来 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 一个婚姻跟他去找真性设 其实他是比较往分开走 我们一般会觉得 对于对方来说 你找外面的人来查我 就是不相信我 对 你又正常找到哪 算了之后 又说不然我们不要连 其实这个也是很痛苦 对很痛苦 其实对当事人 跟对他的伴侣来说 都是很难堪的事情 所以还是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就虽然我自己本身 从事真性设的工作 我还是建议说 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 有怪怪的 甚至你已经确定 他有外遇了 不见得要找真性设 可以试着去找智商心理师 去沟通看看 去互动看看 因为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 或许另外一个时空 犯错的是我们 我们也会希望被原谅 我觉得智博好佛系 不是 他不是这样 可是因为像你们这样子 因为我们去找的都是负面的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 去把他的问题找出来 这样影响你的 自己如果有个人影响 是谁 好像会不会有一天轮到我 会不会影响到自己 我其实不会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 我们在节目前 有跟阿杰聊到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名剧作家 王尔德 他说过的一句话 就在生活在英国里面的人 也有仰望星空的权利 那像王尔德这位剧作家 如果听众朋友知道他的故事的话 他曾经跟他的同性伴侣在一起 然后他非常爱这个人 但是呢 也因为当时的法令 因为这个同性伴侣很年轻嘛 就被这个同性伴侣的爸爸告上法院 他因此坐了牢 那他坐牢的过程中呢 他写了三十多万字的信 给他的伴侣 他伴侣完全不回信 继续再认识其他男性 然后发生 但是他出狱之后 他依然是选择 要跟这个同性伴侣在一起 我还是回到原话题就是 当然在我们的角度 我们会认为 他的这个伴侣 好像对他无情无义 我们好像觉得 王尔德好像傻傻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快乐的人 是这王尔德 因为他很尽心尽力在体验 他的情感跟他的人生 而当王尔德过世以后 真的后悔的 真的发现到 这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 那么爱我的 是那一位他曾经的男朋友 所以我还是要跟 各位听众朋友说 就是不管你身边看到 多少负面的事情 我们要珍惜身边 真挚的 就是纯粹的情感 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 谢志伯 志伯虽然年纪轻轻 一色真心色 一色赞哪里 这里面当然 这个委托 找外面 是不是先生 有情妇 太太 有小王 这个很多 可是他没想起 我觉得对感情 我们还是要有相信 雄性界的世界上 有真爱 马上再回来 我们继续问 谢志伯 志伯我问你 你是怎么想要做真心社 为什么想做真心社 因为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一般 想到会入行的行业 当然跟姐报告就是 我觉得这是误打误撞 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我爷爷他 找就是 当年他是很厉害的情报员 而且是位阶很高 当时孙立仁将军的案子 就是我爷爷在办的 所以或许因为这样子 有这个基因跟家学渊源 然后第二点是 因为小时候喜欢看各种漫画 侦探的啊 或者是解谜的漫画 那像以前有一部动画叫《影魂》 那《影魂》里面有一个 他们的公司叫《万事屋》嘛 就是可以帮客户解决 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很喜欢《万事屋》的概念 就是帮客户解决 各式各样的问题 就不仅限于外遇这件事情 所以《万事屋》 其实那个中文 就是一番惊喜的事 对 那个屋对日本 好像一个房间 可是好像你什么事 都可以来这边 寻求协助这样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当时有说 说的这个 征信业务 找看有 我们的对象 外面有没有那个第三者 这是五六十八嘛 对 那其他呢 其他都做什么样的业务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案件 非常有趣 应该除了有趣以外 也觉得非常特别 别家一定不会接的 有一个当事人 他在网路上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一个香港的女孩子 然后这香港的女孩子 他们已经在网路上 热恋了快一年 但是香港女孩子呢 迟迟不愿意跟她碰面 然后也不愿意来台湾 即使她跟她说 我会帮你出机票前 或者是我飞去香港 跟你碰面 这女孩子都以家里 不同意为由拒绝 所以她委托我们 去香港求婚 我们这礼拜天就要飞了 就是我们会在香港 那个女孩子说的地铁那边 举牌 跟女孩子求婚 当然我相信聪明的 听众朋友或阿姐 你一定会想到说 这个女的会不会是诈骗的 有存在吗 有确认 对 或许她不存在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一年来 这女生从来没有跟她提到 任何金钱的事情 所以应该不是诈骗 但这女生的设定 可能是假的 譬如她可能说她自己 假设她说她是香港大学的 搞不好她不是嘛 搞不好她是一个 可能是有家庭的女生 或者她可能 有一些特别原因 在网路上虚假一个身份 去谈恋爱 我们也这样跟客户说 你确定要我们这样做吗 她说没有关系 她只是想要让自己的 这一份心意 画下句点 如果能成很好 如果不能成 她也希望能告诉这个女孩子 她真的很喜欢她 她尽力了 那当然这个 当事人来找我们的时候 她很特别 她长相是很俊俏的 很帅的 但是她少了一只手掌 她少了一只手掌 那其实像我们喜欢写作 我脑海中就想象一个画面 这女生不敢跟她碰面 会不会这女孩子 也有一些自己的缺陷 比如她可能是阴雅人士 我脑海中就浮现那种 偶像剧的情节 这女孩子可能 也有一些残缺 但不敢跟她碰面 结果两个人 鼓起勇气见面了 然后两个不完整的人 拥抱在一起 但是这是我想象中的画面 但是我们礼拜天 晚上就会飞香港 我们会从礼拜一 站到礼拜四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 我们就帮这个当事人举牌 就是我们当事人 有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 或任何想要做的愿望 我们就来给他实现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案件 也比较有趣 我有一个客户 他打来的时候 他说你们能帮忙 拦截成绩单 我说拦截成绩单 干嘛拦截成绩单 以前小时候我们考太差 就给妈妈打 他就说因为我考太烂了 我不想给我妈妈 因为他妈妈 大概都五点回家 他就把他家的 那个信箱钥匙给我们 请我每天三点四点的时候 去把那个信箱的信 打开来看看 有没有成绩单 有的话就给他偷走 这个是U好吗 还是怎么样 他不想到妈妈太生气 怕妈妈伤身体 当然我们跟他讲说 妹妹我只帮你这一次 你学生 你本来要顾好自己的成绩 下次我就不帮你了 请问一下 拦截成绩单 这个可以收多少钱 我们收五千块 五千 他说可以 现在高中生都有钱 有一些高中生 我拿不出五千块 只好看不好 要让妈妈面对现实 像他们这样 是透过网路来找你们 对 透过网路找我们 所以从告白 我们这样讲 真心色也不是只有除弊 帮你发现问题 是 我也可以给你告白 我也可以帮你心力 没错 对吧 这个有趣 超乎我们一般对真心色想象 应该只有我们这家会做这些事情 对 而且你说你去香港 就是说今天假设我 当然因为 那你们知道那女生长什么样子吗 不知道 就网路上的照片 但是老实说 我们也认为那应该是假的 说不定不一定是真的 我认为很有可能假的 我们也跟客户讲白了 我认为这个资讯很多都是假的 但我跟阿姐报告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 我之前有个客户也是遇到类似的状况 我客户是个工程师 然后他认识一个 自称在银行上班的一个女生 然后呢 他跟他也是网恋了很久 然后后来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 刚好也在香港 后来他 因为这个女孩子自称他在银行工作 有介绍一些股票 让我当事人去买 是正当的股票 不是那种未上市的 我当事人也买了 也确实有赚钱 也确实有赚钱 但是这女孩子死都不肯跟他见面 怎么样都不肯 那后来我们透过一些方法 我们找到这个女孩子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人就真的在一起 修成正果 对 我觉得那个 你这个万事屋 也有那个 撮合两个人 是 不是只是 让你们未离开做准备 还是评估 我们也可以给你们做会 是 当然像姐姐你刚提到说 很多人外遇之后 有可能就离婚了 对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离婚的客户 很多我都觉得他很好 比如他对他老婆很好 他被老婆就是可能 老婆可能不懂得珍惜 或有些女孩子很好 可能老公不懂得珍惜 对 那我就会想说 那我有这些好的女性 好的这个男性朋友 客户 我就想说 你要不要 你想不想再认识别的男孩子 我把两个人约在一起 吃饭聊天 也有因此这样子互相交往的 哇 这就是佛心来着 是 这还蛮有趣的 看他们交往啊 然后 对了 因为他跟前一趴分 是开的过程 例如参与到 大概都知道你的状况 是 没错 可是自博像说 我们一般对真信 因为我们是那种属于 我们在按嘛 对方可能在明 我们去找他的资料 对 那你们的手段 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用队的 对 都会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路径 可是现在LINE 什么都很方便 那些人要联络什么 你根本也很难 当然 还是要跟杰报告就是 有法就有破 像刚刚杰您提到的LINE 还有一些网路上的 通讯软体 老实说 那都是有机会 可以破解的 像现在 社群软体很多 对 LINE Messenger 那因为他都是 透过网路啊 对吧 他们这样联络 你要怎么查 当然 还是要跟杰报告 就有法就有破 那在符合 某一些条件的情况下 不管是机关 或者是我们 各自都有方法 可以去监控目标的 社群软体 或电脑的一些资讯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 这个是非法的 非到必不得已 我们并不会去这么做 是 好 不一定会这样做 可是表示说 要听到注意 是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现在当LINE 在说都没人知道 对 Messenger都没人知道 是 其实只要人家想看 就会知道 是 对 因为其实像LINE的部分 我们举例像LINE 以前我们 我们在两年前 三年前 我们发现就是LINE的 很多人利用LINE来犯罪 但是现在目前 还是要提醒各位 跟LINE已经不行了 就是 我们跟 日本的这个LINE的母公司 调阅 我是司法机关 调阅这方面的资讯 越来越频繁了 对方配合度也算高 对 所以是会被看到的 是会被看到的 所以一般你们最常用的是 用跟的 用跟的 对 那除了用跟的以外 当然我们也会去透过 譬如说 有些方法可以看看 譬如他的先生 脸书上 常常去看谁的这个资料 然后常常打电话给谁 那些都可以当做观察的指标 那除了用跟的以外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家中 当然我们有可能会在家中 安装必要的监视器材 譬如针孔啊 窃听器啊 我们家里有人嘛 对吧 对对对 看看他先生平常 假设太太不在家 先生都跟谁讲电话 或者是有没有带别人回家 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 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访问到的自博 真性色 其实在行业里面真的算一种 有点神秘色彩 所以人跟人 真的真的怀疑 也许就找外力嘛 查一下 所以我们讲说 婚姻上可以查 对 其实他们也有帮人家 帮忙啦 对 给你有情人 忠诚 见识 也有 有没错 也有 那有没有那个找东西的 我很喜欢接找狗的案件 因为我自己很爱狗 所以我们其实接了很多 帮忙客户寻狗的案件 但至于找东西 我必须很坦白的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 不管是找狗或找东西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方法 我们唯一比客户多的 就是我们人力比较多 我们经验比较足 除此之外 这些方法 我都可以分享给客户 我们并没有比客户厉害 但是 但他如果说 他能力充足的话 或许跟我们 可以做到一样的效果 但大部分人 可能不具备有 这么充足的人力 可以立即的出动去寻找 因为不管是寻狗 寻物 比如他手机掉了 或他的包包掉了 其实 第一时间 越快去采取行动 当然效果 早会来几率越高 那是报警 报警其实 要看警方的能力 充不充足 因为现在 他会比你还更忙 对啊 姐姐你也知道 现在目前 基神员警 其实很辛苦 要写的报告 他一堆事情 要去处理 对啊 所以就 我朋友有狗不见 他真的把他的狗 马上那个胸皮引出来 对 那个狭狗 只要有空间的墙壁都打 对 然后还 什么社区的 什么电子报啊 赖啊 然后就说 你找到我的 阿拿大 我的狗啊 对 我就必有中赏 对 没错 很快就找到了 是 就是如果以寻狗这件事来说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除了刚刚姐讲的 我们印一份 电子的跟实体的传单 上面明确的记载狗狗的资讯 特征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悬赏的金额 好像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 然后尽可能去张贴以外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说张贴的部分 我们除了贴在社区 跟不告栏以外 我们可以贴在一些 人潮聚集的地方 譬如说饮料店 小吃店 当然我们要经过人家的同意 跟他约定好 我们一个礼拜后 或五天后 或狗狗找到之后 我们会来拆除 我们自己要把每一个地点 把它记下来 不要造成别人困扰 第二个要联络清洁队 为什么联络清洁队 因为很多宠物犬 它不见得会看红绿灯 有可能会被陆杀 就是被交通工具撞到 那我们提醒清洁队说 如果有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狗狗 可能它被撞到了 可以提醒我们 我们去帮忙收买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可以联络 附近的所有宠物美容 宠物医院 跟宠物的用品店 因为很多人 如果捡到狗狗 宠物狗 它可能会送去看看 有没有晶片 或去美容 或去买物品 那我们可以 张贴在这些地方 或请那边 店员帮忙注意 还有另外就是 第四个是 我们可以联络 当地的流浪动物收容中心 因为很多狗狗 第一时间可能 被捕狗队 或者是被热心的民众找到 可能会送去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提醒它 如果有遇到这样的狗狗 可以联络我们 那除此之外 网路上 我们可以试着去投放广告 因为狗狗 它的移动范围 是有一个区域性的 对 那我们可以精准地 透过脸书跟IG 投放在我们这个区域的广告 透过这些方式 还有精准地去发送讯息 我们找到狗狗的几率 就比更高了 所以你真的找到过 很多 对 所以我们才可以很快地 帮客户归纳出 有这些做法 一听就很有经验 很像那个天罗地网 对 是 我们家的狗狗 也打不过 真的吗 我忽然 我阿嬷愿意开出来的价格 我才知道说 一千年要笑一样 是 没错 对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 你如果说 你愿意付出些代价 拜托大家倒锤 可是这个要 贴的很多 对 自博问你 因为人家来找你 通常是 人家叫万事无 就是哩哩哩哩 六个索个这样 其实怪怪的东西 那你们有 这么多足够的经验 去应付每一个问题吗 这个怎么培养 我记得有一句 就以成语叫 畜类旁通 就是我们的认知 跟我们的经验 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协助到 尽可能的协助到 每一个客户 第一个就 畜类旁通的能力 那如何培养 畜类旁通的能力 我认为就是 大量的阅读 因为我们每个人 人生的经验 跟我们平常 我们认识的人 就是这一些 那我们要拓展 我们人生经验 跟我们的触角与广度 就透过大量阅读 如何大量阅读 每天的报纸 像我以前最多 一天可以读 六到七份报纸 像除了联合报 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 苹果日报 以前苹果日报 还有嘛 青年日报 也很好看 还有像人间福报 基督教论坛报 还有台湾日报 我也有看 早期啊 那现在好像很多报纸都停掉了 那每一个新闻事件的背后 你会看到他可能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怎样的结果 什么因导致什么果 他采取什么结果 什么行动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每一个新闻事件 跟每一篇文章的背后 都在教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有没有不成的 就是 你说要找东西还是要怎么 我们就努力的 可是结果就是没有成这样 一定有没成的 我们必须要有个认知 就是十四个案件里面 譬如说我们在读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 他有无法破的案件 同样的一个真心业者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接受 很多事情的事与愿违 其实我们很努力了 我们很尽力了 我们可能会不成 譬如说找不到他 我还是找不到这只狗狗 我想像刚刚讲到找狗 那我们找狗还有一个小配布 我们会去土地公那边拜拜 因为昨天土地公爷爷生日 我是基督徒 我是不信 但是我们同仁 每次去找狗 会去跟土地公爷爷拔背 问说狗狗在哪边 就有遇过土地公说 狗狗已经离开了 我同事有什么事 就会去跟土地公说 现在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会尽力去做 但是我们要接受 事情的事与愿违 但是作为一个好的真心业者 我认为 我要让客户知道说 我尽力了 我陪客户一起在这段过程中 我们尽全力去做好一切 我们能做的事情 对客户来说也会感到满足 那如果这间 你如果要找狗 我没找到 那这样收费要怎样 好 譬如说我们在收费的时候 我们约定前金 跟违款 那如果今天 我们做了 但是后来找不到 我们尾款 以我们这家 是不收 不收尾款 那我们前面做的每一件事情 基本上大概 我们付出成本 大概等于钱金 甚至还超出一些 所以我们会让客户知道说 我们尽力了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他都看得到 那你真心设 那服务很多 对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像价目 例如说 婚姻的 很方便的 比较贵 还是什么样方式比较贵 还是 还是都是 每一件都是个案 真心设 不会有所谓的 公定价 只有所谓的 公道价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每一个案 都是个案 都要量身定做 是 那有没有那个 一开始 你说我估 可能 五万块 对 可是后来 一直追加 还是 因为很难结束 还是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们这家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 除非 譬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 跟客户了解 基于这个条件之下 我报了这个价钱 那如果后来条件改变 是不可抗力的 譬如说 他先生突然出国了 案件被迫给终止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会追加任何费用的 但是 如果今天客户给我们的资讯 一开始就是错的 或他故意隐瞒我们 譬如说 客户想调查对象 他先生可能 他骗我们说是上班族 结果我们一查 发现他先生是刑警 那个他的敏感度 跟我们办案的方式 就一定要不一样 不然我们自己也有风险 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跟客户说 这个原本的费用 可能不足以去调查您的伴侣 我们必须要沟通 要商量 这样 是 像你这样子 掉 这样16年 你觉得哪样子的 case最困难 有吗 其实最困难的 就是跟小孩有关的 所有跟小孩有关的案件 我都觉得非常困难 怎么说 譬如像之前 不知道有没有跟姐分享过 有一个案件 他的孩子 有很严重的 妥瑞士症 跟自闭症 他是一名单亲妈妈 他没有结过婚 但他 有了孩子 他就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那他孩子 常常 时不时就会离家出走 但是这一次离家出走很久 他整整七天 都找不到这个孩子 我几岁了 他孩子已经15岁了 刚要升高1 但是因为可能发展比较迟缓 看起来很瘦小 有点像国中的孩子 他一直戴个眼镜 然后会不断难难治愈 那他 他就很痛苦 很难过 他报警了 他第二天就报警了 他跟台中系团派出所报警 早七天找不到 后来他就抱着一丝希望 打给我们 那像这个案件 我就没有收任何费用 我只花一天就帮他找到了 像以这个案件来说 为什么我会不收钱去帮 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也是孤儿 从小到大也没有爸妈在身边 我就想说 天哪 如果能有一个 如果有一天我走丢了 我妈妈也会很想找我 该多好 那我就会把自己带入到这里面 就很难 同理他 那像这个案件 我就会跟上帝祷告 神啊 拜托 我知道再人是不能的 但再神凡事都能 我请神帮我 给我这个力量 让我找到他 那像这个案件 我也是打一篇 因为我还蛮会写文章的 我就打一篇 寻孩子的启示 在网路上 我投广告 我花了两万多块 投广告 一般人也说 如果有投放过 脸书广告的朋友 知道说脸书 神的广告 大概要 八到十二个小时 但是可能这个案件 有公益性质 他一个小时就让我过了 所以我晚上凌晨四点 他凌晨两点打给我 凌晨四点写完这个文案 然后开始投放广告 凌晨五点 他就开始广告 开始跑 然后很快的就 台中的朋友 就很快的就帮忙转船 然后透过广告 透过大家的分享 后来从早上十点开始 陆陆续续 有不断有讯息 跟资讯 跟线索 汇算回来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记在黑板上 然后按照时间走 然后后来我们 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在台中火车站 对面的全家 找到这个孩子 他在跟游民喝啤酒 但是很开心 很开心 然后后来 这个妈妈有带我们 有带孩子来 来我们公司 陪我吃寿司 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很棒的委托 但是回到这个原话题 阿姐你说 什么案件是难的 我们其实很知道 很多事情 即使我经历了 我不见得能找到 我害怕让他失望 这是最难的 因为我好想帮他找到 不过那个使命感说 我希望一定要怎么样 可是毕竟 毕竟就像你讲 不是每件事情 都会哈兰的艺术 还是哈尔委托人的艺术 没错 所以这个求不得 本来就是难 对 就是苦 就是难 对 所以其实这个找孩子 其实这个很辛苦 因为他可能一直离开 回来 他一直动 他一直移动 他很厉害 他先拿了 两千块的压税钱 去加勒福买笔 然后他会沿途 跟人家兜售说 能不能跟我买这个笔 我要拿来捐助给流浪狗 其实这两千块 就变五千块 然后他这七天 他晚上就睡麦当劳 或睡吊虾场 然后他还坐火车 他喜欢搭火车 因为很多民众就回报讯息 他两天前看到 三天前看到 他有搭火车 然后还去利保乐园 在那边骑脚踏车 他过得也蛮香贼的 多彩多汁 有时候去想 我们当年哪有十五岁 我们当年外面 住了一星期 可能两天就回来了 因为这是一个求生能力 是 这孩子很可爱 他就偷偷跟妈妈说 长大我也想当侦探 欢迎你来 但是要先孝顺妈妈 现在这个孩子 已经高中毕业了 我觉得这个智博有一个 非常刺激 而且会常常刺激你 有创意的行业 是 没错 所以这个行业 最欢迎的是有什么东西 最开心的时候 使命必打的时候吗 还是 就是 听故事的时候 听故事 像姐姐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人生故事 像我们姐姐在做广播 一定听到很多人的故事 但是我们听别人的故事 但是做真性设施 我们听完之后 我们能跳进别人的故事书里面 也去扮演一个角色 我们可以一部分的 不是全部 是一部分的决定 这故事书后来的走向 最后王子跟公主 最后能不能过着 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们经过我们的努力 是有可能可以实现的 又或者是王子跟公主 无法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是他们可以过 更好的人生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公司现在目前的营运长 他原本是我的客户 那他以前被他前夫 有的时候会欺负 他前夫有外遇 但是我帮他收正 然后让他可以在官司 在舆论上 在新闻上 一路过关斩将 高歌凯旋 所以他现在来我们公司 他也过得非常幸福 他遇到了一个新的 爱他的老公 现在也怀孕了 他今天跟我请假 因为他说 那个肚子大得特别快 那个腰很痛受不了 就是我看到他过得很幸福 然后是经过我们的帮忙 当然他也很坚强 他也很努力 是开心的 走出来 以前的结局 就是一定要两个人做会 其实自博是这样 因为现在现代人说 去两个人 分开过得也很好 这也是很好的结局 没错 他老公很疼他 现在的老公 所以其实 可能侦探社 也是参与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 对 当我们早没有出入的时候 陪我们走一阵 然后等到后来开朗 也是自己要做 自己人生的决定 没错 好 我们今天很谢谢 自博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靳贤姐 然后 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故事 谢谢 谢谢自博 谢谢 谢谢阿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各个无意书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